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云顶下山路段昨天发生旅游巴士失控翻覆 导致两名中国游客死亡的交通事故 旅游部长张献幸透露 由于有游客向他投诉相关旅游巴士频频发生问题 他已经指示部门和警方展开详尽的调查 他促进所有旅游业者必须要确保外国游客可以在大马安全出游 而不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拿游客的生命来开玩笑 如果完整的调查出炉 显示这家旅行社有严重违规 旅游部不排除会永久撤销他们的营业执照 旅游部长张庆幸和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静 今早带着水果栏前往西隆坡中央医院 慰问在云顶下山路段发生意外的伤者 张庆幸透露 有游客向他投诉 为他们安排行程的旅游公司问题多多 而欧阳玉静则提到商者家属将陆续来马 涉及的旅行社答应会负起责任 目前吉隆坡中央医院共有8名伤者 所有伤者的病况稳定 无人在重症病房就医 而涉案的32岁赵霍巴士司机 昨晚已经被警方逮捕 文东警方发文告指出 推示今早已经批准严扣司机4天已驻查案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F 去吧 给大家 anska